嗨,大家好,我是高树寬 我今天呢,是要来分享就是艺术家 就是有一些抽象画 就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感觉的,有感动的 那这个我也是有求必应哦 就是有人问我,就是在底下问我 就是想分享的东西,我都是很乐意分享 那我都会排进去 就是排进去,就是说要安排一下 就是有一些单元嘛 因为有一些东西都是会要准备啊 什么之类的 那我今天就准备几个艺术家来跟大家分享说 我比较就是对他们有感觉 或是我觉得这些的抽象画是有影响到我的 或是我觉得一直念念不忘的 就是我的感动的这个 那种感动不是说 哇,你看了就是会一直想哭的那种感动 我把这种感动就是解释成为就是 你很有感觉的心理的波动 就是可以这样解释吗 好,OK 好,那反正有机会我们就是可以慢慢来介绍这样子 那首先第一位就是 华人优贤就是赵无极 那赵无极我比较想要介绍的就是说他的这个甲骨文 他是从1955年开始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去巴黎的时候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他对这个甲骨文 他把它融入 那我现在看了这一张画里面呢 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甲骨文的符号 那这个甲骨文的符号里面呢 我们先大概就是有一些风景画 那这一张是他方 那他有一些就是甲骨文时期 那因为他对西方的向往 他就是已经决定要走路抽象嘛 可是然后他又觉得说 他应该就是要把中国最代表的一些东西 然后融入到这个油画 融入到西方的这个元素里面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听了不起的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个人 他可以把这个甲骨文融入到抽象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甲骨文 他就是一个象形文字 然后他其实也是蛮抽象的 那你看到那个鸟 或者是看到那个鱼 所以你那个字就是 其实就是像那个动物的样子 或是人就是一个简约的一个样子 那他这个很厉害 他就是会融入就是说 把那个鸟他就画在空中 把那个山就是画在他概由的一些位置 然后其实这些的线条啊 其实一点也就是都不会突兀 那这一张我就是会推荐的意思 就是说我觉得对他比较有感觉 就是说当然他的作品的这个系列 每个系列都是非常的多 但是他这个甲骨文的这个颜色 其实是非常就是很有那种 他用的比较咖啡色 然后又配了这个海的一些颜色淡淡的 然后又提了一点红色把它给提出来 就增加了就是说 能卵色调的一个平衡 那这一点就是说他的颜色 就是还加了一些白 就是在有一些地方 他是加了一些白色 那这个就是你就会觉得说 哇这个他真的是这个颜色是用的太好了 那看起来又是极其的就是高雅低调 那这个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话如其人 就是他这个状态其实是已经一个 是一个很平稳的状态 那我们也会知道说 他在这个时候在巴黎的一个心境 他到底是怎么样 他这个时候就是已经 已经有闯荡过一段时间 然后他开始进去去思考 然后这段时期的颜色 其实是都非常的就是稳定稳重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那个 他是那个生于沙厄时代的拉托威亚 他是马克罗斯科 他是1951年出生 他已经不在了 那我首先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他的这个颜色 应该是很多人都会看过 也有可能也有攻击过说 我也会画 可是因为我真的是真实的看过他的原作 那时候其实有看一些书本 或是一些介绍的时候 我就觉得其实就很吸引我了 那我都觉得哇 这配色是很棒的 因为有在画画的人 就会知道说什么冷暖 然后什么冷色暖色白色 但是他那个层次 就是第一个是他大 然后他就是真的很震撼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那个颜色 你仔细看就是说 真的是不单纯 就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你就会觉得说 哇 这作品真是大气啊 然后他可以就是 你要想看他在这个年代 然后他可以创造出就是 这么极简风 这么抽象的这种感觉 真的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 特殊的地方 那个明亮的那个东西啊 他有一个就是黑色的那一条 那这个最厉害的就是 那一条 他放在就是那个夹好像就是三明治这样 他把它夹在那个上面 但是你仔细看 如果你少了这一条 那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张画真的是 我会真的觉得说 这张画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那另外的一张 就是他颜色是比较就是暗 就是他的底色是比较暗的 然后但是他又 就是暗暗亮 就是说底下就是最暗 然后他又放了一个白 那那个白里面又呈现了 就是灰色的这个感觉 那其实我们都会知道说 这是在配色里面 其实是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 就是在这个配色里面 然后但是你看他的颜色这么沉稳啊 可是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忧郁症 就是困扰 就是你很难想象说 这种画 然后他的精神状态是有一点问题的 他很正常 只是说情绪啊 忧郁啊 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比较有感觉的 就是我也会被骂 因为这个人就是汤伯利 那因为就是要我分享嘛 其实我说实在话 因为在这个网路的平台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 有人给你按不站的时候 那你其实心里是很难过的 可是后来你就觉得 哎这是一个很开放的世界 这次才是迷人的啊 那有人给你按不站 他表示说 哎你是对手的 他就是看你不顺眼 其实你应该是要开心的 哎呦我多正向能量 对啊 好那我们就讲这个 汤伯利 那汤伯利 他最有名的就是 他的这个黑板系列 那这个拍卖 大家都会 如果说是内行人都知道说 他现在他的这个 拍卖其实是相当高的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 认识这个艺术家的时候 他我比较少知道他的一些拍卖的一些状态 但是我有被电到 那在国外也是有看到 我非常吸引我 因为他很简单 他是黑板系列 然后他就画了那个六排的圈圈 然后有的是画了很多圈圈之类的东西 那他的底色他是那个灰色 但是他比较特殊的是说 因为他是受到那个 巴洛克风格的一些影响 然后呢他为什么会画这么多的圈圈 就是说当然有很多人揣测 但是我自己的揣测是 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就是他的生活 其实会融入在那个艺术里面 他的工作是属于那种 电报翻译的那种 就是电密翻译的那个工作 他等于是文字工作者 那他就是会接触这种 密密麻麻的这种工作 所以我觉得说这很有意思 也是影响到他的一些创作 就是说有时候越简单的东西 真的是越不简单 那就是这几个就是我想 就是最跟大家分享的 可是艺术家实在太多了 那我就只好选几个 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比较有感觉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 其实是太多了啦 只是说到底该选 选谁先讲这件事情 那因为抽象这种东西 就是每个人真的看的感觉不一样 那就是如果你有喜欢的抽象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留言给我 贴图给我 或者是说很想听听我的一些想法 都也很OK 但是我们尽量就是用比较正向去看 不要用否定的角度去看 尽量看就像看人一样 就是尽量看人的一些优点 那你当然也有不喜欢的 也有喜欢的 好 这是选择的一些问题 好 那就是艺术是很丰富的哦 好 下次见 拜拜 欢迎订阅跟分享哦